还要来看到是在高雄市有这么一对情侣吵架了 结果吵到最后男朋友当众对女生下跪 甚至引来了很多围观的民众来看热闹 都被开了罚单还是要来看 那么事实上这一起男生对女生当街下跪的戏码 就发生在热闹的新倔江商圈 下跪的男主角戴着潮帽 那么跟女朋友跪求原谅 不过任凭他说破了嘴女朋友还是不领情 两个人就这样的吵了三十多分钟 许多人也因此来围观 更造成了商圈交通大打劫 一男一女在大马路边 男的当街下跪这是哪一招 直接照片中的长腿妹双臂还胸看起来气炸了 怒气冲冲瞪着下跪的男子 而当众下跪的潮帽男好像做错事的小学生 头低到不能再低 双膝用力一跪 两个人看起来似乎是情侣关系 还吵得不可开交 真的是不顾男儿膝下有黄金 潮帽男足足跪了三十分钟 但女友连珠泡似的破口大骂 堂堂的九尺男儿下跪 扣傲求救 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这一处男生对女生下跪的戏码 就在高雄市最热闹的新绝章商圈 只对男女炒翻天 男生甚至下跪 结果引起路人好奇为观 竟然还有驾驶人为了看热闹 违规并排停车 还惹来远景开单取缔 那我们同龄就觉得很奇怪 我在这边开单 大概快十分钟 他们还不离开 并排停车的状况有十几辆 那我们总共开了四张的红单 当街下跪照片被po上网 网友用简单的四格漫画 厘清事件经过 6月3号傍晚6点 清理在新绝江路边大吵 长茂南下跪平息女友怒火 不原谅就长跪不起 30分钟后 开车的走路的 骑车的都开始围观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围停车子停满大马路 远景开单取缔 不少人就像这位车主一样 为了看情侣下跪吵架 收到600元的未停红单 半夜的时候男女吵架很多 有些还要跑去给车撞啊 有些跪啊 不管是男生跪女生 女生跪男生都有啊 年轻情侣吵架 男跪女女跪男 辖区远景早就见怪不怪 但男女朋友吵架 吵到路人围观 交通打打街真的很激动 让人不禁想问 到底是什么事情 这大条不能回家 好好讲吗 谢谢林正眼黄佩如高雄报道